我每天跑了18个小时 三年来总共挣了102万 投资到的新房 发现新房也有烂尾房 我今天跑了12个小时 到现在为止就能算 好的就是400多块钱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比蓝宇还小的一个国家 洛鲁 他不是跟我们断交 转向跟中共建交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跟我们断交10个月的 宏都拉斯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那相关海产业万人失业 蒸发了12.3亿的台币外汇 那打击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的虾脑 跟台湾断交之后 不仅没有享受到我国20%的关税优惠之外 中国也并未实践承诺 要把原本销往台湾的虾子 都买回去中国国内对吧 反而还提出要降价50%以上 我才有考虑买哦 所以我只能说 一些政客或者一些私人的利益 谋取中共的快乐 牺牲了百姓的钱包 相信中共的谎言 相信他们签约钱的那种高大上的承诺 对吧 自家产业发展停滞被中共给骗了 要知道啊 花钱买来的朋友 他随时可以为了钱而走 而用钱买来友谊的国家 也不会平等的对待你 毕竟他花了钱买了你的关系啊 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到国与国的层面 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亦是如此 对吧 而这几年啊 跟中共特别好的国家下场应该都是蛮惨 一带一路大烂尾 每年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少 去年意大利也推出了 那中亚国家也是蛮惨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什么 这个世界格局现在就是如此 你要嘛跟中国玩 你要嘛跟美国玩 你已经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左右逢源的局面 我中国要捞一点 我美国要捞一点 不好意思 中共跟现如今的美国 不会让你台湾这样玩了 那我看到一些年轻人说 难道你要跟中国打战吗 就如此类的话 但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做好准备 你就是要跟中共打战 而你真的没有做好准备跟中共打战 那你会被并吞 而并吞之后你要跟谁打战 你要跟美国打战 台湾如果真的被中共吃掉 台湾就是中共对美国的第一岛链基地 准备先把第一岛链全部并吞完之后 往第二第三岛链去侵略 虽然中共名义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一旦占领到台湾 要直接面对的是美军 他也不怕台湾被美军打到千疮百孔 因为那与我无关 那是你们台湾人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占领了你们 你要知道中国大一统的这个逻辑 尤其是花莲台东宜兰地区 海域是非常适合他现在的潜见 因为中共现在控制的海域环境 对于他的潜见来说 环境并没有特别的好 那花东是最棒的 而日韩的经济海上命脉也是被中共给控制住 你要跟中共打 还是跟美国为首的北约 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地区打 台湾人想清楚 你害怕战争的话 你竟然去选择一个军事实力更庞大的组织打 你要确定 而中共最近发出报告说什么 中国经济成长了5.2% 但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PPI跟CPI还有M1M2等等数据 都是表现出走向通缩的道路 对吧 而中国机场冷冷清清的 他经济成长哪里来 以债养债嘛 我这边我懶得再说了 根据国际的数据 中共去年第四季 整个债务啊 什么家庭负债啊 企业和政府的负债比啊 占GDP比达了286.1% 创历史新高啊 是他GDP的将近三倍啊 而中国自己还公布什么呢 日本外商对中国加大投资 结果日本商会出来呛 明明我们日本企业 减少了48%在中国的投资啊 劝中方迷途之反 不要颠倒黑白 玩火者必自焚 日方正高中方 不要挑战日本人民的团结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好了 这后半段都是我自己加的啦 总之 世界都在渐渐的跟中国脱钩 有些产业 过大的企业 当然这几年是无法完全脱钩了 但都是渐渐的在做这个动作 对吧 所以不要用民主国家的概念跟思维去看中共国 你连自己民主国家的数据都会质疑了 你却对极权独裁国家的数据深信不疑 你不觉得搞笑吗 少看一点抖音 可以把脑袋还给你 这比把国家还给你还来得重要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中国网友 这样那个中国公布的 经济成长5.2%数据的这个留言 我在山东开洋汤馆一天营业额10万 6.68亿 我在成都踩裁缝机呢 2023年我赚了6亿 我做美团啊 一个月赚3亿 我今年开弟弟打车赚了好几个亿啊 过几年就要把弟弟给收购了 我在武汉卖热干面一个月10万 哇评论区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啊 但格局还是小啦 比人在银河系卖地球火星的 我儿子上幼儿园一天挣2万多 一年赚小30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中国网民啊各种反串啊 非常搞笑 各种讽刺对吧 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近在中国有位外卖小哥吹牛啊 吹过头了 说当年三年的外卖小哥啊 赚了102万人民币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哈 我每天跑了18个小时 三年来总共挣了102万 三年一千多天 我基本无休 所有人只看到我挣了102万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 我今年25岁98年的 之前我开过饭店 您这是像味小厨 在哪里开的 在江西 江西 江西哪里呢 福州 江西福州 那之前你开店开了多久 我开店开了五个月 五个月 那你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开呢 五个月 直接是我一次性干的 便负债了 那你看了那五个月的店 你一共亏了多少钱 我开了五个月的店 一共亏了八十多万 一共亏了八十多万 是的 那你的房子呢 你的房子又是什么时候呢 我的房子是最早只有一套房 我没有跑外卖的时候 就已经有房子了 但是跑了外卖之后呢 攒钱 然后就是想办法把那个八十几万 里面的银行钱给填补进去 太大的压力了 没办法 我只能没日没夜的干 那就相当于在你跑外卖之前 你就已经有一套房了 但是你欠着八十万的负债 来跑的外卖 在跑外卖的过程中 你还了多少钱 我在跑外卖的过程中 这三年 已经跑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八十万的 八十万的已经还完了 然后后面就是开始 有了新目标 然后我就想的是 投钱再买房 然后我就开始又奋斗一年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房子 也可以买 然后我就用 用我老家的老房子 再抵押给银行 再从银行里面再套现 四十多万 然后就开始买新房吧 因为买新房也是作为一个投资 然后没想到 是我跑的一年 我那外卖 投资到了新房 发现新房也有烂尾房 然后一下子又开始给我 OK 我们看完这段影片 他三年赚了四百四十八万台币 等于一年赚了一百四十九万台币 一个月跑外卖赚了十二万台币 你信吗 你把科技业 晶片业 AI产业的人当傻子啊 台湾青年看了会觉得 你看中国好棒啊 是吧 跑外卖一年可以赚一百五十万 一百四十九万台币 却忘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啊 但是啊 我刚刚前面说什么呢 我们不能用民主国家的思维去看这部影片对吧 虽然大家看到的是他吹牛吹过头 但对于台湾的年轻人 尤其是看抖音的那一群可能会觉得 这是事实 但是啊 我研究中国议题这么多年了 我看到的是什么 影片到这里先来感谢下本集的赞助商 Subshock VPN 大家想要体验没有广告 没有Cookie 弹出的视窗 没有网路追踪器的网站吗 只要购买Subshock VPN内建的CleanWeb 就可以享受更干净的上网体验 当然 若要有一个安全且私密的连线 还是要靠VPN吧 除此之外也推荐他们旗下的Subshock Antivirus 除了能抵御病毒和临日攻击 它还会在恶意软体危害你的设备之前 对其执行及时的阻挠 还有摄影镜头的保护功能 防止他人试图存取 现在只要使用我们以下的优惠码 Fam TV 即可享有优惠 订购两年方案 再送五个月的免费使用 如果不满意的话 还有三四天内无条件退款 赶快透过下方的资讯栏 来了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OK 我们回归正题 我看到的是什么 高级黑 因为有些话不能说出来戳破中共 所以我要往好的去说 但是在说这些好的时候 我加一点 稍微一些真实性的东西进去 所以它刚里面说什么 这是真实性的呢 开餐馆负债 八十万倒闭 买新房买到烂尾楼 这都是中国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直接拍影片讲出这个 所以呢 你就说一个更诚 我跑外卖一年赚一百多万台币 这个大家就想就知道了 违反常理不可能嘛 所以它用这种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去包装 让大家会独立思考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中国的外卖员 是怎么说这一段影片的 下班了啊 我今天跑了12个小时 到现在为止 现在跑了五次几单 24名 我们算现在第一名跑的最多的是74单 跑的就是400多块钱 最近这两天啊 这一两天 一直被那个三年跑了 一百零二万的棋手给刷成了 我从来不评论网上这些东西啊 今天这个视频让我特别的气愤 咱先算一下啊 它一百零二万三年 一百零二万除以三年 是34 一年是34万 34万除以12 一个月是两万八 两万八除以一个30天 每天就相当于一千块钱 我不知道在上海 这个一千块钱的单子 是怎么跑出来的啊 如果是疫情的话 一年疫情的话 一直是持续那个状态的话 我可以理解 但是说如果说没有疫情 没有特殊情况下 一天跑一千块钱 九百块钱 一千块钱 我多少有点质疑啊 因为现在 北京我在这边干了四年了 就是说最多的时候 是疫情的时候跑八十单 八十单乘以一个八块 十六百块钱 六百四七百块钱 但是对于这个数字 我还是持自己的状态 我十二个小时挣四百多 我不知道你工作多长时间 如果持续连续三年的话 我觉得不太可信啊 所以说大家对于网上这些东西 看看罢了 不要过多的去纠结它 也不要给我们万卖元抹黑 三年挣一百零二万 什么行业能挣这么多呢 所以这种影片啊 中国人民自己就非常有感觉 这一定是假 台湾年轻人就看不懂 所以啊 有时候看中国的事情 要反转反转 可能再反转 反转不知道多少次 你才有可能看到真相 所以啊 不要一直看抖音 要多去看长片 理解后面的逻辑跟脉络 而最近还有一个暖心铁拳的故事啊 中国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 蔡万焕 他近期在课堂上跟学生们 大谈中国的言论自由 哎 结果有学生反呛啊 我去年到了北京四通桥拍照 结果被公安扣留 问我在这边拍照 意欲何为啊 那四通桥是为什么有名呢 在2022年的十月份啊 中共召开了二十大会议 一名叫做彭宰州的人啊 到桥上举着旗 举着标语 反对独裁圣上等等 那至今他下落不明 那这位蔡万焕教授呢 他就不相信 所以为了说服学生们 他就跟学生们打了个赌吧 亲自去诗通桥拍照 打卡 被公安当场带走 拘留问话 实在是太暖心了 那不得不说啊 这位老师啊 身教比那些爱国大V强多了是吧 近期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中共推出了大学逐步党政合并 将逐步成立中国共产党委办公室 取代什么呢 校长室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演啦 以前还有什么校长啊 校委书记啊 虽然我们都知道校委 校委书记是比较大的嘛 但现在直接公开不演了呢 这个以后新的办公室叫什么 党政办 再说一次 抖音上的资讯 请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抖音他是有党支部了 虽然TikTok是中国在美国的海外公司 但他的母公司啊 还是由中国北京控制的 许多推荐影片以及内容啊 他都可以控制 像这种辟谣啊 或是说中共不好的影片 他会降低你的流量跟曝光率 所以啊 永远无法传递到 只接受单于信息 只看抖音的那一群年轻人身上 所以未来啊 中国的小粉肯定会越来越多 台湾面对资讯战 也是岌岌可危啊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小小见 拜